要不以前霸虫偶像剧那么火呢? 这不最近,浩燕CP就被网友反映磕生磕死 刘云宁在《长歌行》中饰演的《浩都大人》 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冷酷直男 但也有内心的柔软与忠诚 面对赵露丝饰演的乐烟公主 虽然看起来是冷面无情 但那不经意间的小动作 胡处安放的眼神 就差把在意写在脸上了 乐烟是大唐最受宠爱的公主 即使几万千宠爱于一生 却没有一点骄纵任性 还是个小哭包 说不了几句话就会流泪 简直就是纯情小白兔的人设 网友纷纷评论 这不就是大灰狼 世卫与她的小白兔公主吗? 刘云宁有差不多1米9的身高 与赵露丝站在一起 也有最萌身高差 里面的各种公主抱 纷纷让网友反应柯拉了 刘云宁出生于1990年 是辽宁省丹东世人 他算是成功从网红转型演员的典型了 刘云宁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一个歌手 可以站在舞台上唱自己的歌 虽然他没有从小接受专业的训练 但音色独特 驾驭高音也毫不吃力 2014年刘云宁与其他手阿卓 键盘手大飞 共同组成了摩登兄弟乐队 并担任主唱 开始在网络平台上直播现场演唱 刚开始刘云宁凭借帅气的颜值 吸了一大波粉 始于颜值终于才华 这是刘云宁大部分粉丝的心路历程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刘云宁的歌声所征服 街头时的氛围感 加上饱含感情的音乐 令很多人都能带入自己的故事 摩登兄弟彻底火了 参加跨年晚会 都有林志玲在旁边伴舞 安静地向个陪衬 粉丝在各种活动的应援水平堪称豪横 一点都不输那些流量们 不过突如其来的成名 令刘云宁也有过一段时间的膨胀 这段期间他口无遮拦 得罪的明星都可以凑起两桌麻将了 首先就是蔡徐坤被他嫌弃为一品 在直播间分享日常时 刘云宁提到自己在商场看中一件衣服 但是试穿时店员表示 蔡徐坤也买过同款 真有眼光什么的 刘云宁听到后当场走了 与肖战上过同一期天天相上之后 有粉丝问他和肖战是否还有联系 他笑着说高攀不起 还有之前闹得阵仗很大的 极限挑战摘雪莲事件 他就是主要成员之一 不过经过魔力后 刘云宁慢慢沉浸了下来 他唱了很多影视剧的主题曲 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广撒网 还在快乐大本音时自抄 自己唱了那么多首主题曲 却一首都没有红 但这个是谦虚的说法 刘云宁最开始走红网络 就是因为唱歌 当年在抖音可以说是顶流级别的 慕名而来的粉丝甚至可以赌一条街 现在成功转型成演员 还参演了一系列的电视剧 虽然刘云宁并非科班出身 在影视界出道的时间也不是很长 但是在出道的五年时间里 他逐渐证明了自己的演技和实力 终极笔记里刘云宁饰演的是 黑瞎子这个角色 这是一个拥有众多书粉的经典形象 刘云宁在剧中的表现帅气霸道 而又潇洒不羁 同时还非常的重情重义 也备受认可和肯定 最近的就是长歌行李的这个冷面杀手了 浩都的形象气质也是非常的高冷帅气 给人一种冰冷怪物 或者说冷血杀手的感觉 如今浩燕CP这么火 也是因为刘云宁是真的走心了 放出来的花絮也可以看到 刘云宁的沉浸式 还给角色设计了很多小表情 眼神戏 而且刘云宁和赵露丝之间的化学反应 也很奇妙 加上导演的镜头语言和氛围营造 网友也喊话剧方 赶紧放出全部花絮 我们要看个浩燕 刘云宁生活中就是一个幽默风趣 又处处周到的人 他参加中餐厅时 不管干什么都很主动 又很照顾嘉宾 心思细腻暖心 人是真的很好 虽然现在刘云宁还是配角居多 但相信如此优秀的演员 一定未来可期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们的肯定就是小二更新视频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啦